作词 李宗盛 使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将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健身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爱永远不会停止 而我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起来,在洗漱呢 不早了,该上班了吧 爸,对不起 有空抄回来看看 你妈呀惦记你 啥 爸 再见 再见 怎么了 怎么了 干吗 卫生纸没了 哦 刚才谁电话 小南 祝我生日快乐 昨天过生日 现在才打电话 不会太晚吗 昨天晚上她回来了 到了门口 把礼物放在信箱里头 怕打扰我们 没进屋 说她忙 我问了半天忙什么也不知道 这孩子就在个性 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头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小南她婆家事忙 抽不出身来 人不在眼前 我们想帮也帮不上 是啊 你说她嫁了这么个婆家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你可把我问倒了 照理说不用烦恼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应该算是嫁得不错 可有钱人家有他们的烦心事 因为我嫁得不是有钱人家 所以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其实是 大家请坐 光是鼓掌还是不够的 你们要全力跟中副总 还有苏经理 密切配合 尽管他们是海归派 但是他们对国内的建筑并不陌生 尤其是中副总 在出国以前 他已经担任过开发部的经理 你们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至于苏经理 她的业务能力已经通过了 中副总的考核 绝对能够胜任经理这个职务 何主任 开发部的杨经理 今天怎么又到场 你没有通知他吗 报告董事长 杨经理他一早 约客户谈合同去了 什么客户这么重要 连中副总的宣布会 他都不参加 告诉他下次 不准再这样了 坐吧 是 董事长 新人心气象 中副总 你有什么话对大家说吗 没有 苏经理 苏经理 你呢 没有 那好 散会 董事长 你还有什么事 想请示一下董事长 上报记者很想了解一下 山中传奇开发案的详细内容 我们是不是可以趁热打铁 抓住这个在媒体炒作的机会 在正式的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这样可以全面的配合 山中传奇的销售和推广 你把记者会的形式 做成书面的文案 交给中副总和苏经理来决定 要是有必要的话 再发文给各个部门配合办理 是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大家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帮忙 你说要捡几条 两条够不够啊 够了 你干嘛呀 你扎呼什么你 你害我吓一跳 这一条不够饱满啊 不是 都长一个样 你怎么知道饱满不饱满 你懂思惯还是我懂思惯 好好好 你懂啊 那您慢慢选啊 慢慢捡啊 我进去里头成凉 了条了 真是 爸 来 我帮你剁吧 我帮你剁吧 没事 那个厨房里啊 还有小头发在看着呢 建民 不行 不行 这光明街加盟店的生意 一直起不来 人家还等着你去指点呢 我剁完这锅再说吧 真喜剁 得得得得 我来吧 我来吧 人家一家老小 靠了加盟店过日子 既然收了加盟金 就得把加盟店的事 当做自个人的事来干 快去 快去 怎么了 我拿你呢 快快快 出事了 你尝尝 你尝尝 我尝什么 我卤的猪蹄你嫌腻 你还买别家的给我尝 这不是别家的 就是你想完海加盟店的 快吃 你吃吃干什么味道 什么这儿 你吃出来没有 伸出来味道没有 这个是 这是咱们加盟店出来的猪蹄吗 那还有错啊 市场门口在家 我听人家在说 哎呀 这猪蹄味不对呀 我要退货 我就过去买了一斤 我一吃 不可能吧 这卤猪蹄的步骤一样都没变呀 山泉水 酱油 十六味中药 山泉水 酱油 十六味中药 这一样都不少 这味道怎么可能不一样 我先尝尝 怎么可能不会不一样啊 我先尝尝 你尝尝 这味道已经完全不是 原来省家猪蹄了 色也变了 味也跑了 哪儿啊哪儿啊 那人家都说 这个做吃的东西 最关键是要用心 有用心和没用心呀 做出来怎么可能一样呢 咱们家 又不是每个人 都在尽心尽力卤猪蹄 出点状况 是可以原谅的吗 怎么可以原谅啊 这影响了省家猪蹄的声誉了 以后这生意啊 又不要做了 那也不见得是猪蹄的原因呀 那你譬如说 有的人喜欢吃咸的 有的人喜欢吃淡一点的 有的人说好吃 那肯定就会有人说难吃啊 重口难调嘛 哎呦 只要大家按照工序做 你管人家怎么说呢 你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说重口难调 一会儿说卤猪蹄的人不用心 家梦店出了事 你应该出去调查调查 到底什么原因 我天天窝在本店里边 我哪有时间出去调查呀 查字夺理 怎么没时间啊 我看你是不想出去吧 做贼心虚吧 你骂谁呢 你骂谁是贼啊 我要怎么做你们才高兴啊 好了好了别想了 我告诉你们 没找到原因之前 谁都别想撇清责任 统统跟我到厨房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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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那锅一样 一样 你这笨蛋 看什么都好吃 当然不知道猪体好坏 看着猪体卤出来的酱色 跟肠辣的味道 就知道差在哪儿了 小猴 这十龙吧 这锅里的酱油呢 拿来 你死定了 你拿过来 什么酱油这是 这你用的调味酱油吗 这你用的调味酱油吗 谁让你们换酱油呢 卤猪体讲究这四香味俱全 调味量的成本绝对就不能少 你们为了省点小钱 用这种仓材酱油 你们诚心撒自个招牌吗 真是的 倒掉 倒掉 童童 童童给我倒掉 你童童给我赶回来 老板 这 这个牌子酱油 进了十多香呢 全在仓库里呢 这个厨房听她的听过来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 爸 那您总得听听我的理由吧 你有什么理由啊 你有什么理由啊 省家猪体卖了几十年了 靠得就是这些老费的 还有什么理由 逼这个恨命的 爸 你凶什么凶呀 爸 我家盟店才刚刚开 那 那要赚钱呀 我总得降低成本呀 而且我这酱油跟你以前的也没差多少 没差多少 差得远了 爸 沈家猪体之所以一掳出来 能够让客人口水滋流 就是因为始终不变的祖传秘方 跟着一份用心 该用什么酱料 用什么酱料 该开几分火 几分火 你们不照规矩来 掳出这种走味道的猪体 客人不是傻子 吃脏泡光你们知不知道 爸 不是每个客人的嘴巴 都跟您一样敲的 我们呀只不过差一点点而已 客人吃不出来的 你差一点点 差一点就不是沈家猪体了 你 对不起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让你们这么瞎整 从明天开始我在厨房里 我监督厨房的质量 你有话好好说 别等下血压就够 够够上去了 慢慢说 爸 这实在对不起啊 爸 这事见明不知道 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现在你知道吗 该怎么做你自个人看着办 小猴 给我倒 不许倒 倒掉 快快快 倒 断 十二 可惜吧 十二 这多少钱 这么多猪蹄 几百斤呢 看你到时候拿什么给家蒙生出货 说拿好几百斤 这多少钱 我跟你说 你爸爸这样在帮你 你别没良心 你别没良心 反正我是决定了 明天开始我就在厨房坐着我监督质量 绝不容许再发生这种意外 意外 这是意外吗 意外 以我说呀 这是 这是你传心血液谋派 要砸我们老店的招牌 阿姨 你别挑玻璃剑呀 咱老店招牌都有什么好处啊 爸 你以后真的天天要到厨房来呀 对我们管手管脚的 那干脆这样好了 我把厨房搬出去 在外边找一个中央厨房 不在你这儿卤了还不行吗 够了 说什么话你 这是沈家的根 正是有这么一间厨房 加木链才有货可以卖 别每天光想着挣钱挣钱什么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出去 另找一间中央厨房 也得我同意 你给我点头 建明说得对 想造反 你要造反 切 你还不清晨知己 有几斤几两 你有几斤啊 你有几两啊 也不好靠晓晓 没有你爸 没有建明 你当到了老板娘吗 不止全高低厚 那佳蒙店刚刚开 要赚钱 当然要降低成本了 要不这么办 以后加木链多串的酱油钱 我出 爸 这是你说的 那我就没话说了 建明 我告诉你 加木链老板谁我不管 可猪腿干什么味儿 由我来控制 你说什么呢 什么酱油钱 酱油怎么我们冲啊 有这种道理的 你也不好好教育教你老婆 这么冲她 阿海 阿海 小黄 锅洗干净了 重新再锅 阿海 你为什么要答应帮她出酱油钱啊 是她做错了事情 还要我们出钱帮她下台阶 我们家不能让媳妇这样招牙舞爪的 你说话呀 万一这家盟店一家一家的开 我们要不断的帮她出钱 这可是个无底洞 以后我们本店赚了钱 还不够帮她贴酱油钱的呢 你说话呀 抽什么烟哪 国家不让抽烟 我问你 如果现在咱们贴点钱 能够保住沈家主题的招牌 值不值 值什么值啊 要我说 要什么加盟店 把招牌拿回来 我们又不靠加盟店赚钱 你说得倒轻松 等我两腿一伸进了棺材 沈家主题还卖不卖啊 呸呸呸呸呸呸呸 反正 这辈子管不了下辈子的事 你看这一家子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一个人操心 想累死他 这老帅清真 是很苦也很累 可战死沙场 那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这一件光荣的事 好了好了 这个事你别哭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却不容许任何人 坏了沈家主题的口味 就是 就是 行行 不抽 我不抽了行 还没有我戒烟算了 来 来 来 这咖啡的味道真不错 还崩溃过之前特别找人从哥伦比亚带回来的 洪肥的恰到好处 是不是啊 这千里迢迢的这么远 我可得好好品尝品尝 一点都不能浪费了 姑 好喝就多喝点 喝完了 我再托人带 好喝也不敢多喝 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就惨了 先让他来吃水果 钟晴啊 喂 多吃点水果 国外的水果啊肯定没有国内的好吃 好 来 谢谢 这个梨啊 生吃是一种味道 做成冰糖雪梨啊 它又是一种味道 到时候啊 我让红虾给你们做来吃啊 姑 你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红虾 小南呢 吃完饭 她又到厨房里头不出来了 她在给太太准备明早晕窝呢 姑 你看你又会小南了吧 向她出来 我有事情问她 嗯 好的 俊贤呢 还没回来啊 我看小南好像拿她也没辙啊 是啊 管也管不住 你说这接了婚了 我也不能整天的跟着她 她还屁股厚头 妈 您找我 钟晴和海峰今天上午的上职就任会 俊贤怎么没到场 她 有个国外的建筑师来过演讲 她说机会很难得 行了 行了 你又替她找礼物 你负责通知她 她没到场 你也有责任 让她打个报告给人事部 她不打 你打 三天之内 我必须看到报告 好 要不然我怎么领导这些主管啊 就她有特权 我的命令 她从来不挡回事情 姑 临时通知难免吗 我看算了吧 这是原则问题 我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了 以后公司谁还遵守规矩 妈 我知道了 明天一上班 我又打报告 小楠 其实姑在意的 不只是这份报告 你得找机会跟俊贤好好沟通沟通 让她知道你的难处 夫妻是要相处一辈子的 公司里违规 你替她打报告了事 这要是在外头 担心是否 把你担心是否 你是否呀 连我 我怎么能来 我需要 你并不让我 你肯定不是 我我肯定不是 那你有什么 妈,生气了,是我说错话了吗? 我们刚回来,有必要把家里面的气氛搞这么紧张吗? 我说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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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俊贤的事,姑和姑父都看在眼里,该怎么教怎么管,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晓南已经够为难的了,你真的没必要跟他过不去。 我哪有,我是真的为他好。 清官难断家务迟,管别人夫妻相处之道,是不是有点越界了?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对他们的婚姻没有意见,我只是希望能替姑分忧解牢。 每回提起俊贤,姑就没有好脸色。 晓南作为俊贤的老婆,是不是该想想办法呢? 再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事情的。 好,好。 海风,我知道你对事业有很大的野心,对天下企业有很多想法。 可是不管俊贤是好是坏,他毕竟是我的亲表弟。 我不想伤害俊贤,更不想影响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我没那个意思。 你别老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是以我的观察。 晓南真的不够格做杨家的媳妇。 你小声点啊。 我跟你讲,男人事业成功与否。 做太太的是最大的助力。 但也有可能是最大的阻力。 不管他跟俊贤的感情是好是坏。 既然嫁进了杨家, 就应该搞清楚自己的责任跟义务。 否则,不只拖累俊贤, 也有可能拖累整个天下企业的营运。 是,是,是。 也许你说得都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你以后能不能对小男宽厚一点。 毕竟乌也不是一个好伺候的国婆。 如果不把话给讲清楚, 继续粉饰太平, 那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就像伤口发了盐,不擦药, 早晚全烂掉。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是为君贤好。 时间不早了,你去洗澡吧。 明天还要巡视工地呢。 就我知道他的底细。 苏海峰这趟回来, 该不会想找我的麻烦吧。 每天都这么晚, 难怪被人家说些话。 你没睡呢? 你没睡呢? 你又喝酒了? 站那儿干嘛? 帮我把衣服脱了。 那些小姐太弄玩了。 你又去酒店了? 被人拉去买单啊, 哪那么啰嗦。 我脱不了鞋了。 帮我脱一下。 你别想让我像酒店小姐那样伺候你。 不伺候就不伺候。 何小南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需要在你身上找温柔找体调。 这些东西我在外面有钱都能买得到你。 林俊仙, 你太过分了吧你。 我过分? 我去酒店不也是被你们逼的呀? 不应酬哪儿来的朋友? 不应酬哪儿来的生意? 这不都是你跟妈的论调吗? 你们以为我愿意去酒店? 我拜托你心情好。 别让人瞧不起行不行? 怎么跟我说话呢? 能不能客气的呀?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丈夫吧? 你还知道是我丈夫啊? 是男人就应该有点担当。 就别把公司总不当回事。 以前无所谓。 再怎么样,爸妈都会单成。 可是现在不同了。 眼前就反正两个对公司,对事业, 有野心,有报复的竞争对手。 你再这样下去,早晚会丢掉江山的。 你给我闭嘴。 何晓南, 我不需要你来责备我。 你成天在妈面前装善良。 说什么为了我好。 表姐表姐夫回来没几天吧。 马脚露出来了吧。 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你听不懂是吧? 好,那我就跟你说明白一点。 人家外面酒店的小姐温柔体贴善减。 你呢? 成天打扮的人模人样。 结果连人家酒店小姐你都不如。 永远都不知道男人要的是老婆的尊重和理解。 你每天只会在那儿斤斤计较,小鼻子小眼。 好,你要是真这么爱计较, 我就去跟妈说, 把公司的事情全都给你。 杨俊贤, 你拿我跟酒店小姐比。 你太过分了吧! 你成天想把我绑在裤头,让你就不过分吗? 我这是为你好! 天下企业是你这个杨家独死独有的权利。 我在乎的不是钱。 我在乎的是我丈夫的面子。 和别人怎么看你这个人。 我可以帮你隐瞒你的过错。 车撞了,卡刷爆了,我都可以帮你处理。 可我不是杨俊贤。 我不能代替你掌管企业公司。 我不能代替你做天下企业的接班人。 反正不管我怎么做, 永远你都是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我自己的丈夫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求你每天别总往外跑, 按时上下班, 让父母知道你是这个企业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这很困难吗? 你能不能别跟我提吗? 从小到大, 我一切的一切都得听她的。 我读什么学校, 做什么事情, 甚至穿什么衣服, 揪什么朋友都得听她的。 我受够了。 何小南, 我告诉你, 如果你能对我再温柔一点, 别再像妈一样的老了。 我又何必出去找温暖呢? 我只能为你选择我。 我更为你选择我。 我更为你选择我, 我将尚绝了。 我无法选择我。 我都自己选择我。 我双方的老师, 不好 就算不是为了钱 你也不应该让我在你父母面前 受这么大的委屈吧 昨天晚上三更半夜才回来 嘀嘀咕咕的 不知道跟小楠说了些什么 待会儿你问他呀 他也不见得记得 这孩子老大不晓得了 还是这么让人操心 钟晴和海风今天休假 但是他们两个一大早 就到工地巡视去了 你看现在日上三干了 这俩还睡呢 小楠没有睡懒觉的习惯 我看啊一定是在照顾俊贤 你怎么知道 关着门你是透视眼啊 我是按照常理推论嘛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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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小楠的爸爸跟妈妈 哦 是庆家公和庆家母啊 啊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哦 我们是来拜访庆家公和庆家母的 请问他们在不在啊 在 你不过我得先去问问他 他们有没有时间 我们稍等一下啊 那我们有时间 首先 咱们回家去 哎哎哎哎 咱们是来看女儿的 不是来吐气的 我知道 可是你没看 那连个保姆都这么看不起人 门关着 就咱们俩在外头等 难受吧 可想而知 小楠有多难受了 有钱人家可能就这规矩 咱们啊 就当着没听见啊 先生 太太 小楠的爸妈来了 哦 快请她们进来啊 好的 买家 爸 脸色别这么难看 来者是客嘛 来啊 新家公公 来来来来 快请坐 快请坐 好 听见母 来 请坐 来 行坐 行坐 红霞 赶紧倒茶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在外头等 哎呀 别客气 是我们呢 没事先打个电话 就来打扰你们了 没关系 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家里头种的丝瓜 没农药 没化肥 现在不是新吃这个绿色食品吗 我们拿过来啊 请你们尝个鲜 也算一点意思啊 谢谢 红霞 太太 什么事 叫小南俊贤起床 好的 这么晚了还没起床啊 昨天晚上啊 俊贤在外边应酬啊 两三点钟才回来 小南啊 一直在等她 大概是太累了 再累也不能比公婆晚起 待会儿我好好说她 没关系 反正今天休息嘛 来 来 请喝茶 妈 爸 你们进来了 爸爸 小南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才起床啊 我 亲家母 真的没关系 小南平时啊 在家总是起得最早睡觉最晚的 今天啊 是个例外 做媳妇要有做媳妇一样 别让亲家公亲家母 笑我们没把你交好 知道了 俊贤啊 应酬是必须的啊 她要注意身体 小南 给俊贤补补 我看她 脸色好像不大好 爸 是酒喝多了 酒醒了就没事了 喂 在 在 在 你等一下 妈 您电话 喂 喂 李总啊 好 没问题 你说吧 爸 妈 你们今天过来 就是送丝瓜的 你呀 都好久没回娘家了 你不顺便过来看看 妈 这没喷农药的丝瓜 也能长这么漂亮 还行啊 就是多花点时间 抓抓菜虫什么的 这有机农业啊 肯定有发展 爸 改天我去 跟您好好请教请教 好 你呀 有时间 长北小南回娘家看看 别让岳父岳母 大老远地往这儿跑 不远不远 我们也没什么事儿 出来走走啊 还顺便运动运动呢 爸 妈 其实那个俊贤啊 总说要回去看看你们 也是我成天瞎忙 你不知道忙什么 忙来忙去啊 就给忘了 还真是好长时间 没有回去看你们了 你们别挑礼啊 我们怎么会挑礼呢 是担心你 你妈呀 担心你那个丢三拉四的毛病 改不了 让公公婆婆啊 为你操心 不会 小南呀 是无可挑剔的 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啊 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多谢 多谢 还好 公公婆婆能理解我 俊贤也能担待我 时间一长 大家也就习惯了 不过现在我改多了 已经越来越上轨道了 都怪我们呐 在她小时候太浇灌 亲家公还多包涵呢 没关系 小南呀 是非常出色的 是吧 俊杰 好 好 好 也好 好的 那李总我们中午吃个饭 仔细聊一下 好 谢谢 再见 小南 下个礼拜你有没有时间呢 你爸种的豆角都熟了 光家里人吃也吃不完 我记得俊贤好像挺爱吃豆角的 到时候啊 亲家公亲家母要是有空的话 请一块过来 下个礼拜我有个应酬 好 那亲家母没空就没法子了 那你们呢 再说吧 还有一个星期呢 爸妈 没事 其他的事情拍插就可以了 下个礼拜的应酬 俊贤要跟我一起去 对 俊贤呢 还是以公事为主 那 我 我们就告辞了啊 你们留下来吃了午饭再走吧 不 不了 没关系 我和俊贤去跟李总吃完饭 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们可以先吃 没有 我们呢 正好还到小夕婆婆公公家那儿去一下 那 我就不留你们了 那我们就走了 爸妈们走 我送送你们吧 不不不 您留步 小南 那你去送送 好 好 这两根丝果真漂亮 晚上让红霞清炒啊一定很好吃 红霞 算了吧 老伴 喂 我刚骑你就打过来 还挺准事 没醉 我怎么会醉呢 今儿晚上 今儿 今儿晚上还真没准 先生 您叫我呢 把丝果拿进去吧 爸 妈 找时间 我回去看你们啊 小南 你 你的公公婆婆真的像你说的 那么容忍你吗 没错呀 哥 我怎么看我都觉得 小南说好啊 就好 啊 小南 别忘了 结婚的时候 爸爸对你说过 娘家永远是你的靠山 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啊 回家来 跟爸爸妈妈吐吐哭水 小南呀 你妈跟你说啊 我说啊 别耽搁太久了 让她早点回去吧 我们走了 妈再见 爸再见 我们走了啊 这么当心啊 嗯 陪着我渡过慢慢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梦的 女子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因为誓言不敢提 因为承诺不甘心 因为承诺不甘心 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不甘心 没有风雨 没有风雨多的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 不去想 不去想该 不该回头 不去想该 也许牵了手的手 啦 山海要一起走 所以牵了手的手 好一样 没有了般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